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台神牛AD600 Pro閃光燈 那神牛這間公司還蠻厲害的 它評價非常的良極 一派人就是說 神牛是垃圾 只有Bron Collier跟Profoto最厲害 什麼他們出力啊 什麼色溫超穩 神牛就是垃圾 那另外一派人就是我很多朋友 都直接買神牛 不管是機頂閃 或是像這種的棚燈 那他們都說品質超讚 用起來超好用 趕快買之類的 評價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整個問號 所以我就直接買這台神牛AD600 Pro 直接來玩玩看 到底是超讚還是超爛呢 那我們先從缺點開始 第一個缺點就是它的燈泡設計 燈泡外面有一層磨砂的設計 神牛官方是說可以讓光線更加柔和 那我覺得前提是 你要加上其他的控光設備 如果像現在這樣子裸燈的話 拍起來就會有一些亮暗不平均的現象 第二個缺點就是它的燈管外面 再加了一層玻璃的保護罩 那這個玻璃保護罩還蠻大的 所以不管是裝任何的控光設備 或者是最基本的 標準罩 都非常容易碰到那一塊玻璃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破掉 那個玻璃罩的大小 真的跟保隆卡口的大小幾乎一樣 不撞到才怪 第三個缺點就是 我覺得它的散熱風扇有點吵 好像那個 吹吹風機的感覺 非常吵 非常討厭 第四個缺點就是 它燈頭角度鎖定的功能 非常非常爛 如果你放比較重的控光設備 它就會一直吹頭 一直吹頭 那如果你要避免的話 你就要把它鎖到非常非常緊 感覺它快要壞掉的感覺 第五個缺點就是 這盞燈有一點份量 3.5公斤 所以如果你要放到這種 普通的小小燈架 然後再加上一些奇怪的控光設備 那可能 你就要考慮賣 比較大支的燈架 避免摔燈 第六個缺點就是 如果原本是1比1的出力 那你把它調弱的話 裡面的電容是沒有辦法 把已經回好的電回收 你一定要先閃一下 釋放電容裡面的電 你才能正確的輸出 比較小功率的光 第七個缺點就是 它的高速同步按鈕 完全沒有作用 你完全不能手動的開啟 或者是關閉 高速同步這個功能 你的觸發器 只要偵測到你相機 需要高速同步 它就會自己開啟 你完全沒有辦法自己關掉 第八個問題就是 它的選單可以選取 我們螢幕的對比度 但完全沒有任何的作用 那我去網路查一查 看看有沒有新的韌體更新 但完全沒有 這個問題 沒有人想要解決它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 優點的部分 那第一個優點呢 就是它的電池非常容易拆裝 第二個優點呢 就是它的把手 有一個完美的曲線 讓你手握起來 非常非常的舒服 第三個優點呢 如果你想要輕便攜帶的話 你也可以把這個把手 直接把它拆掉 可以讓整個閃光燈收納更加方便 第四個優點就是 這盞閃燈直接顯示了 T1閃燈持續時間 那我們這樣就不需要去猜測說 我們這個出力 到底可不可以凝結瞬間 上面都寫得很清楚 第五個優點就是 這盞燈的光觸發 非常靈敏 不管多微弱的光線 它都可以被觸發 非常棒 第六個優點就是 這盞燈在某一些特定環境下 它的光線品質 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測試 這盞燈的出力 跟色彩穩定性 第一個我想測試 就是這個標準罩的品質 那有裝上標準罩 會讓色溫冷的一些 顏色也偏綠的一點點 這個標準罩的品質 我就覺得普通普通 色溫跑掉一點點我覺得還好 但是 偏向綠色 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有一點 下一個測試就是出力的穩定性 第一組照片就是1比1全出力 那我間隔兩秒鐘拍一張 確保每一張照片都有回到電 燈還是冷卻狀態出力有一些浮動 差不多拍了15張照片左右 我們的出力就變成非常穩定 但是在多拍20幾張之後 浮動又開始比較明顯了 那下一組照片我們就取一個中間值 16分之1的出力 那每張照片間隔一秒鐘來拍攝 燈還是冷卻狀態浮動就比較大 接下來一直拍到99張 出力都非常穩定 第三組照片就是最小出力 1.256分之1 那整個出力的浮動 非常非常非常的浮誇 非常的不穩定 根本就是在做雲霄飛車一樣 剛剛看完出力的穩定性 接下來我們要看色溫 跟色彩的穩定性 第一組照片1比1全出力 那色溫的穩定性我覺得已經還不錯了 燈管的色溫會隨著溫度緩緩上升 色溫質也緩緩上升 但整體浮動都在60K之內 色相也會隨著溫度升高 慢慢偏向綠色 但色相偏移都維持在3個百分點之內 第二組照片就是1.16的出力 整個色溫的穩定性超級超級的穩定 99張照片的浮動只有在15K之內 那色相的浮動也是在3個百分點內浮動 第三組照片1.256的出力 拍攝99張色溫在130K之內浮動 相對剛剛全出力跟一半出力來的不穩定 色相的偏移就有點浮誇了 已經來到了8個百分點的浮動 我們不需要用任何儀器 我們用肉眼就可以清楚看出來 1.256秒它的浮動 不管是出力、色溫、色彩 全部的浮動都非常非常的浮誇 所以神牛加入了一個色溫恆定模式 那我們就來看看色溫恆定模式有沒有讓整體更穩定呢 那第一組照片也是1比1全出力 間隔2秒鐘拍一張 測出來跟沒有開啟色溫恆定模式一樣 燈管越熱色溫也會跟著緩緩上升 但色溫浮動就是一個問號浮動在70K之內 比沒有開啟色溫恆定模式還要糟糕 我也不知道 那色相浮動也是在3個百分點之內 第二組照片116的出力 99張照片的色溫浮動在20K之內 跟沒有開啟色溫恆定也差不多 但色相浮動變得超猛 可以維持在1個百分點之內 1個百分點、1%的浮動耶 這顏色變得更加準確 已經幾乎接近完美的狀態 第三組照片1256的出力 99張照片的色溫整體浮動只有在25K之內 比沒有開啟色溫恆定進步非常多 色相也從沒有開啟的8個百分點 進步到現在的3個百分點之內 這個色溫恆定模式我覺得還蠻神奇的 那我大部分的情況我都會留在開啟的狀態 但是開啟之後我們就會有一些限制 像是如果開啟就不能使用高速同步 高速連拍效能也變弱了 在16分之1的出力每秒10張就會有跟不上的問題 但是出力減弱還是跟得上 只是稍微慢了一些些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講其他內容了 那開啟高速同步的時候 我們的出力就會減弱非常非常多 出力至少有減少到64分之1的出力 前面的缺點也有講到 我們無法手動開啟或關閉我們的高速同步功能 所以就像有一些特別的玩法 奇怪的玩法我們就玩不了 下一個就是連拍能力 那這盞燈的連拍能力還蠻厲害的 我現在最快的相機是每秒10張 那只要回得了電它都跟得上 這盞燈的回電速度非常厲害 像是現在的全出力 0.9秒 但是這是使用新鮮電池的情況 那如果你是使用快要沒電的電池 它可能會降到1.3秒 但是我覺得還是非常快 下一個我們要講閃燈持續時間 那它的閃燈持續時間會跟著 你的閃燈出力的增加 它的時間會越來越長 那我喜歡把這個閃燈持續時間 直接當作快門速度來使用 我們就可以知道我們可以凝結多快的瞬間 像我這三張照片都快門開超慢 但只有我的閃燈控制好 我的影像也可以非常清晰 開啟色溫恢定模式 這個閃燈持續時間就會稍微長了一點點 但差距都不會太大 你只需要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 這閃燈有內建風扇 但是它還是有溫度保護裝置的 像是全出力連續閃75次 我們就會直接進入溫度保護模式 讓回電速度變慢成5秒鐘 那如果你還是繼續閃的話 它的回電速度就會變慢到10秒鐘 它的散熱風扇有兩種速度 一種是全速運轉超級超 那第二種就是慢慢運轉 全出力拍攝30張左右 就會開始有風扇運轉 那真的要到非常非常熱的時候 它才會全速運轉 或者是你直接開模擬燈 它也會直接全速運轉 這閃燈的風扇跟溫度保護裝置 不會因為你關機 重新開機 或者是電池拔掉 再裝上去 它就重新設置 不會 你裝上電池重新開機 它的溫度夠高 它的風扇該轉了 它還是會繼續旋轉 雖然這盞燈主打外拍燈 它需要考量電池的電量 但我覺得很可惜的就是 它沒有加入一個 強制風扇開啟的功能 如果我可以因為風扇開啟 多拍到幾張照片 比起電池沒電 我覺得拍到照片 應該比較重要吧 最後 到底誰適合買這個 神牛AD600 Pro呢 我覺得你只要扛得起來 都該買一盞來玩玩看吧 光線品質已經不是個問題啦 OK 最後我們今天的 神牛AD600 Pro的分享影片 那大家喜歡這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 攝影東西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